我們以掌聲歡迎連主席還有夫人 前副總統連戰發表新書連戰回憶錄 台下熱烈鼓掌場面熱鬧 而鏡頭拉近一看 場內全都是藍營大佬 三二一 出席的除了有前總統馬英九 前立法院長王津平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還有前高雄市長韓國瑜到場支持 馬英九更點出當年兩岸的破冰關鍵 2015年 連戰先生出訪中國大陸的破冰之旅 會晤中共領導人胡錦濤 雙方同意的兩岸五項願景 後來成為我們國民黨的政綱 對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貢獻重大 我父親不只是我父親也是一個持強的祖父 他就像台灣所有的父母親所有的祖父母一樣 都不希望自己的下一代會面臨戰火的這種傷害 他絕對不希望看到兩岸現在因為關係特別的緊張 隨時隨時可能爆發衝突 而導致於我們這些年輕的人 十八九歲二十歲的小孩 都要被這個民進黨必須上戰場打仗 所以他絕對不希望我們下一代 我們的年輕人再度的遭受到這個戰火的這種迫害跟傷害 連戰書中強調和平與發展 呼籲兩岸要對話 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言八號即將出訪中國大陸 建國台辦的主任宋濤 卻被民進黨批評是朝貢促統 民進黨有他們自己的看法 他批評也是自然的 那國民黨該去的就要去 去有他的可以說有他的論務 也有他的目標 那最起碼也讓兩岸之間能夠合穩一點 我們要透過對話交流 而不是要對抗交惡 民進黨端真的是一個雙標黨 他不是說也希望對話交流 結果國民黨去做了 他們只會罵 只會抹紅 只會抹黑 國民黨這次去 就是帶著這些農 漁 民 以及這些台胞 台生 台商 需要解決的問題 我們去面對問題 解決問題 民進黨口口聲聲說要友善活絡兩岸交流 但日前國台辦提出恢復兩岸16個直航航點 民航區說正在討論中 交通部則強調在考慮運輛問題 何時開放至今仍無下文 恢復航點造福的是台灣的同胞 及國內旅遊觀光產業 蔡政府卻把姿態放很高 年初還沒有解封 並不代表後面不解封 所以我們的確在600萬裡面 有顧100萬是大陸來的觀光客 那我們歡迎他們來 在某個時間點就應該會開放 大陸地出橄欖枝 民進黨政府卻卡著航點 百萬路客口號是說心酸的 蔡政府官員們更是一人一版本 各唱各的調 記者劉仕偉 張書函 台北報導 我們來幫大家來科普一下下囉 好 水神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變成了水喔 這個換句話說是完全不殘留 也沒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會刺激皮膚 小朋友 寶寶 兒童 孕婦 完全都可以用 歡迎大家上快點GO